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和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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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导 今天是民国九十九年十一月十四号 今天是大毕卢是经由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网络直播讲经 首先,在还没讲经之前先讲一点点前沿 这一次成盟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简锋文具是发信了 然后让我们装了网络直播的装置设备 然后给我们这样子的姻缘 所以 这个姻缘非常殊胜 很感激 这个简锋文具是以及佛陀教育基金会 所以我在此呢 就说奏愿 因为他功德无量 愿基金会的法务昌盛 广力众生 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 身体健康 卷属何乐 工作顺利 福慧增长 数物菩提 并愿 正法昌隆 一切有情 文法误入本性 数得作佛 好 那还没奖金之前 因为这个奖金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网络直播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或者很多人 是在电脑前听经的 那我在这里 不是说以老卖老 或者是说摆什么架子 那我提醒这个电脑前的大德 不管是在家出家 你们听经的时候 我有一个请求 也是期望 就说你们听讲的这个知识 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我这个提醒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因为这个 阴光大师还有很多大德都说 你对于佛经佛法 一分恭敬就一分利益 对 有一分恭敬 一分奏用 所以你听经的时候 要以恭敬心 音众心 来听 不能以轻心 慢心来听 那什么是轻心慢心 你说我没有轻心慢心 可是你如果坐着 这个外肌扭巴的 或是翘腿啊 然后还有你听的时候 也不能泡一杯咖啡 或是什么茶或是等等 乃至于一边一边听一边吃三明治 因为早餐还没吃嘛 那这样子都不适合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听才对呢 就是要端身正坐 你即使坐在电脑桌前 或是椅子上 都要坐正 不要翘二郎腿 那 那 诶 然后 如果你能够单盘坐 是最好 那如果不能单盘就要坐正 这样子 那么 所以这个 这个恭敬 不是说恭敬我啦 是恭敬于法 仲法 因为 修菩萨道 菩萨修行 以仲法过 所以 素得成就法身 对 你不中法的话 如何成就法身 对不对 所以 是为了要中法 中法 也就是中佛 因为法是佛说的嘛 所以中佛 中法 而 因众的心来听法 这样子的话 法义成就 好 接着 我们就开始讲 楞严经 请拿起 大佛顶首 严经一贯 上 卷上 上册 那 我们就接着 我们以前讲的 那你如果 之前没有听到的话 可以上佛陀教育 教育经会的网站上 我们现在也是讲到 四十二级 可是网上上 现在目前有三十八级 你可以上去看 现在剩下的四级也会很尽快的会放上去 好 好 那如果你们没有经本的人呢 佛陀教育经会也有出这个经本 那你们可以跟佛陀教育经会请 好 那 跟我们请也可以啊 我们本钱比较小 他们本钱比较大 好 看一百五十一页 上次讲的七处真心 讲到第一处完毕 现在讲第二处 破济心在身外 这个七处真心 这个破除什么 就破除这个望见邪见 那 看经文 阿难其手 而白佛言 我闻如来如是法音 勿知我心时居身外 所以者何 譬如灯光燃于世中 室灯必能先造室内 从其室门后及停迹 一切众生不见身中 独见身外 亦如灯光居在世外 亦如灯光居在世外 不能造室 事意弊明 将无所获 同佛了异 得无妄也 这一段 讲这一段 首先 讲在经文之前 先讲 这个所谓的七处真心 事实上是真是真求 就是寻找那个心 所以你的心在哪里 真求 也就是寻找的意思 但是是借着这个七处真心 来破旺 所以正确的讲 应该是七处破旺 而不是七处真心 当然真心是手段 破旺是目的 这样子 所以你不要只记得 只记得这个真心 而忘记它是为了要破旺 否则的话 你就 三无聊阿谋 七处破旺 有时候我会讲一些台语 那这个一下子要讲 翻成国语很难 所以 有时候 讲的台语 希望 对台语比较不内行的 不要见怪 七处破旺 那 忘是什么 就是 虚忘记着的意思 那 前面讲说 第一处是 就佛问阿难说 你当初出家的时候 你怎么会发心的 怎么会发心要出家的 要跟我出家学佛的 修行的 然后阿难就说 因为我看到佛三十二相好 很欢喜 所以我也愿意要成就跟佛一样的相好 那么 因为他说 我看到 对不对 那 所以 佛就问他说 那你是用什么看 他 那是 那你看到了欢喜 那 是用什么看 那用什么来欢喜 然后 阿难就回答说 我是用眼睛看 那 因为眼睛看了 所以就心生欢喜 所以眼睛看 心欢喜 这样子 然后佛就说 好 这就开始推论开始了 说 那你的眼睛在哪里呢 心在哪里呢 然后 然后 阿难就说 我的眼睛 当然就是在我的脸上 就好像佛的眼睛也在你的脸上 对不对 那 我的心当然就是我在我的心身中 因为一切众生的心都在身中 那 至于眼睛呢 连贵如如来的 您的眼睛也是在您的佛面上 对不对 所以我阿难的眼睛当然也是在佛 在我的面上 这个 有道理吧 对不对 很有道理 然后 后来就因为这个推论的关系 然后争辩了以后 佛就推翻了说 你的心实在不是在你的身里面 为什么 你如果心在身里面的话 你应该能够看到你的腐杖 对不对 可是你没看到嘛 对不对 所以可证你的心不在身里 然后 所以 心在身内 这一个命题就被推翻了 对不对 那 现在我问你 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 那佛为什么要破这个心在身内 因为这心在身内 是一切众生所共许的 在 在 英明学里面称为共许的 大家共同许的 大家共同认可的 对不对 是一切 世间人共许 这样的一个讲法 说心在身内 那佛为什么要推翻这一个 大家共许的 这种 也可以说是common sense common sense 中文怎么讲 一般常识 一般常识 那么 共同的常识 为什么佛要破这个呢 佛不是说为了要破这个而破这个 而是有目的的 因为 一切众生都持这个心在身内 那如果 既持心在身内 有什么结果 有几个结果 第一个 如果心在身内 这个心就被身所禁闭 心在身内 则心就被身所禁闭 就关起来了 那既然被关起来 那就是不得自由 所以一切众生的心 都不得自由 为什么 受限于身 对不对 受限于身 所以被这个身所居幼 所限制 一直都要到什么 一直到 要到那个受中的时候 受命终了的时候 然后身坏了 事大败坏了以后 然后心才能够出来 可是虽然心出来 他又要找另外一个身 因为什么 就像做败的奴隶人一样 叫他当主人 他当不惯 所以他还要再去找一个监狱来关自己 所以 托了一个旧身 要换一个新的身 这样子 所以 因为这样 贪着那个身 住在那个心 住在那个心 住在身里面 住在众生的 四大身里面 已经习惯了 不习惯解脱 所以还要再找一个身 那 那找一个身 再被那个身所关起来 他觉得很 很好 这样子 所以 因为 心被四大身禁闭 不得自由 而很习惯就不求解脱 所以这个心不求解脱一身 那 顺便讲到 我们常常在讲解脱解脱 这个解脱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心解脱于身 第二个 心解脱于心心所法 所以这就更高了 那如果用惨重的话就是心解脱于心 其实是解脱于心所法 听懂吗 那 但是众生呢 是 把这个 这个 残腐啊 视为当然 认为就是应该要这样 所以 不习惯于解脱 所以 刚刚讲说 心若寄心在身内 有 第一个结果就是 心为身所禁闭 不得解脱 第二个 心在身内则 身心就互为我 我 我所 如果心在身内 那心跟身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互为我 我所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就是说 心 自认为是我 我 然后把这个身当作我所 当作我所有的 所以 所以 用英文讲就简单了 心是爱 身是mine 这样的 我的 还有 还有 反过来 心在身内 身也会把心 因为心在里面嘛 所以 这个是很 明正言顺的 心是属于我身的 是不是? 所以 反过来 身会觉得说 此心为我所有 那么身呢? 身就是我 知道吗? 所以 那第二种 这种是什么? 这种比较属于凡夫外道 凡夫外道 以身为重 以心为轻 那佛法行人呢? 会比较 以心为重 以身为轻 这样子 或者反过来 唯心论者 会以心为重 然后把身当作所有 唯物论者 会把身体当作主 然后心当作所有 这样子 这个 这个所谓的唯心唯论 是哲学上的 是古典的 这样子 什么叫唯心呢? 就是一切 一切法 都是以 心是主体 叫唯心 什么叫唯物呢? 就是一切法 是以物质为主体 它的本质是物质 这个叫做唯物 所以 如果只是心在身内 就有这样子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个心跟身 会互为我 我所 然后 会 就是互相交叉 交叉 交 这个交禅 交禅 不清 这个 主人跟 跟所有群状搞不清楚 你知道吧 那你看 如果你摆土地的话 所有群状搞不清楚 这个交易就有问题 但是众生就是这样 这个身心的 到底哪一个是主人 身是主人 还是信是主人 那谁是 谁是所属 谁是主 谁是虫 这样子 那会互相交叉 可是搞到后来 就会变成像什么 就像世间人谈恋爱的时候 说 I belong to you You belong to me 这样子 我是你的 你是我的 这样子 那两个说 好好好 这样最好 这样最好 因为 这样就很公平交易 是不是 所以一般的夫妇 所有所谓的理想夫妻 也都会这样子 就说 I belong to you You belong to me 互相都很平等 不是只是 如果只是 I belong to you 那就完了 你知道吗 那我就变成你的奴隶 可是有的人愿意这样子 就怕老婆的 对 那就是 I belong to you 那你是我的主人 我愿意为你 做你的奴隶 服务一辈子 也是很快乐的 所以 如果 心在身内 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身心互为我 我所 那么这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 重重残服 不得解脱 因为已经有一个 我我所就已经 就已经不得解脱了 对不对 那互为我我所 就更加不得解脱 所以 那讲到这里 你就要了解 佛为什么要破这个 寄心在身内的原因 是这样 那 其实 如果你光是想说 心在身内 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 因为这已经根深蒂固 然后就 牵涉到这个 这个 我我所的问题 所以就牵涉到 能不能解脱的问题 好 那 如来法是为 令大家解脱 对不对 所以就要破一切的束缚 所以 心在身中 为身所束缚 第三个 如果心在身内的话 如果心在身内的话 那么 就会与外道的六十二件里面 说我在身内 身大于我 这一个 是一样的 那么 印度的外道啊 如果大体的讲有九十六种 那 比较少 缩小一点的话 有六十二件 六十二种斜件 六十二种斜件 那其中也有 就是 这个我 外道所说的我就是神我 也就是 心 或是神事 那 我在身内 身大于我 这样就是 外道的 外道件 也比较倾向于 这个 唯物论 至于讲到唯心唯物 佛法是 有人说佛法是唯心的 事实上 推到究竟佛法不是唯心 也不是唯物 是什么 是超乎世间一切言论 唯心唯物 都不正确 对佛法来讲 都不适合 因为佛法没有办法用一个框框把它框起来 所以佛法不是什么论 佛法就是一个解脱法门 成 这个智慧法门 成菩提的法门 这样子 不是一个什么论 所以 综合这上面所说三点 所以佛要破 寄心在身内 那 这个 再稍微简单的复述一下 就 心在身内的三个结果 第一个就是 因为 如果心在身内 就唯身所禁闭 就不得自由 不得自由 不求解脱 第二个 心在身内 那么 就 身心互为我我所 以身为我 心为我所 或者是以心为我 我身为我所 这样错终交杂 累事都放不下 放不下 心放不下 心放不下身 身放不下心 那 所以 累劫呢 就互相贪爱直取 所以呢 那你说贪爱直取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你 怕死怕痛的人 就是贪爱直取很甚 那有的很怕痛 那怕痛的人就是怕死 因为 死比痛还要 还要进一步嘛 对 所以 真正学佛修行的人 要 要不怕痛 不怕死 不怕苦 对不对 那 痛 是一种苦嘛 那你说 能不能吃苦 就 能吃苦就不怕痛 然后 能够 辛劳 修行 辛劳修行 也是苦啊 是不是 你还没有成佛之前 那 都是一种苦嘛 对 所以 那就什么 贪着身心 贪着身心的关系 所以 怕生劳苦 怕心劳苦 所以 贪爱直取 所以我这个 这个讲佛法 是很活的啊 是实在的啊 不只是理论啊 你听得很好很好 但是你能不能做 有没有做 一看就知道 然后 稍微流一点点血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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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吓死了 那个 那个就 你看那个血 血是生嘛 对不对 爱你的生 所以 看到流血 不要 金黄湿臭 好像 天要塌下来一样 哎呦 哎呦 然后第三个呢 既心在身内 就容易跟外道的 呃 我在身中 这种 这种论 论调 这个相符合 就变走到外道去了 哎呦 然后 我在身中 那还是一样 又回到 就是贪爱这个身 所以 所以外道 多半就是修生的 修这个 会臭会烂的身 哎呦 好 那我们佛法是不修这个身 而是要转这个身心 把会坏会烂的转身 不坏不烂 啊 金刚不坏之身 啊 那当然就是要 这个 清静啊 好 所以 你要晓得 用这个眼光来看 你就知道 这个等于这个 一个guideline 呃 呃 指标啊 这个 呃 为什么要 破这个 七处之旺啊 那么 就是 抑郁的一点 就是 要破一切的妄直 那妄直 那妄直 会有种种虚妄不良的结果 好 我们看这个经文 阿难起手 而拜佛言 啊 那 起手就是典礼了 我闻 我听到如来 这样子的法音 这样子好的法音啊 啊 悟之 我身 我身 我心 时居身外 这个悟之啊 你看 初学佛的人就很容易讲说 啊 我悟了 我悟了 啊 那么 阿难也是啊 他悟了 那事实上 他那个意思是说 我懂的意思啊 所以是结了的意思 而不是悟 哦 那 我悟了 而且知道了 这个 我的心哦 实在是 居就是在 在我的身外 哎 那这个 他又很会 很会怎么样呢 很会做人情 你知道吧 他是说 他不是自己想到的 而是听了如来的法音 所以我才悟到的 所以功德还是如来宁的 这样 那这样 这样的比较比较稳 你知道吗 因为等一下你破我的时候 等于是要破到你自己嘛 你看 阿难那个鬼灵精啊 所以者 所以者和 就是为什么 那 譬如 譬如就是 玉 在那个 英明学里面叫 玉 中英玉的玉 比喻啊 这个中英玉的玉是什么 虽然是譬如 但是 事实上 以我们这个 做文章 或是辩论的时候 就是 举正的意思 举一个例子来证明 举例为正 这样子 譬如灯光 燃 燃 就是加一个火之旁的燃 燃于是中 其实在古文里面这个下面有一个试点 那试点就是火了 所以古代的燃烧的燃是没有一个火之旁的啦 燃于这个灯光点燃在这房子里面啊 示灯 示就是这一个词啊 这个灯啊 必能先到室内 啊 因为你这个灯是在房间里 所以 一定要先能够把房间给点亮了 对不对 照亮了 然后呢 他从其四门啊 从其四门 再从这个房间的前门啊 这灯光会透过房间的前门出去啊 这出去你要自己写上去了 出去 然后再然后照到集于这个前庭啊 那里啊 那接着 一切众生不见身中 这个是什么 就是反正 反过来 我们 写八古文里面不是有起层转合吗 这个就是转 转就是 举反正 本来是 本来是A举A 现在举-A这样子 一切众生之所以 这个要加一个 之所以啦 之所以 不能够见到自己身内的五脏六腑 而独独能够见到自己身体外面的 原因呢 也这个法盒 也如这个灯光聚在室外不能造势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就好像这个灯 我本来发一个灯就发得跟烏龟一样 有个灯 那个灯 那个灯是在这个人的外面 所以这个灯不能够照到里面 对 就是眼 所以他那个 所以这比喻啊 为什么这个眼睛不能看到五脏六腑呢 那是因为那个眼睛不是在身内 现在他又顺佛前面所破斥的 所以这个 这心不在身内 那就在身外 所以可以照 可以看到外面 知道吗 好 那 那 是意地名 这个道理哦 是一定是很清楚的啦 对不对 啊 将无所获 将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确定的意思 一种是 应该这样的意思 应该 should的意思 should be 啊 那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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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就是不是非常的确定 呃 有点点确定 那有 有百分之三十没有确定 这样 是将的意思 欸 就是 不会有什么疑惑的吧 这样的 不会有什么疑惑的吧 啊 这个吧 啊 这个吧 下面是惊叹号 不是 疑问号 同佛了异 这个同啊 就是合于 合于佛的了异之说 这我这样 这样的说法啊 是合于佛的了异之说的啊 啊 往自己脸上贴心 你看看 然后接着一下 得无妄耶 得无妄耶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 您看 没错吧 是意思 所以后来还是前行 因为已经被被打了一次啊 所以 现在不敢很确定啊 所以 您看 没错吧 那 英文讲就是 isn't it 那 法文就是 nespa 那 拉丁文就是 nestil 啊 日文就是 日文就是 sou janai desu ka 好 好 我们看 那个注释 起手 这个起手 来 会参 初恋 我做 有一个人demo给你们看这个九 九拜 这个起手啊 这个念起不念鸡手 起手 起手归于苏西地 对不对 是九拜中最恭敬的一种 是头至地的礼 就类同于佛教的顶礼 所以 就借用当做顶礼的意思 所以 啊 我们佛法里面常常也是借用这个 啊 儒家的或是道家的 这个原来的词语啊 所以我翻译的时候也说 也用到他们那个 没办法用到一些基督教的话 那让他们容易懂 好 现在做起手的动作啊 先站起来啊 站起来 然后拜下去 跪下去 跪下去 跪下去就是 凉水就一跪这样子 就跪下去 然后 你等一下你反过来 让他 对对对对 这样撤着他可以照得到 重来一次 站起来 这什么叫起手 跪下来 你看他的手是儒家的那一种 或是江湖 这个这个这个 道友 这个 拜下去 这个照不到 退后一点 退后一点 那个 你把那个 站起来 站起来 把那个拜电拿走 好 拜下来 好 这个退后一点 退后一点 会照到 好 行吗 好 站起来 好 手先握拳啊 这样子 好 然后拜下来 拜下去 好 要停一下下 然后再起来 叫做 起手 这个 起就是那个 鸡啊 鸡嘛 鸡流 就是稍微停一下下 头碰在地上 停一下下 所以叫起手 然后蹲起来 好 那 第二种 蹲手 蹲手 也是站起来 然后拜下去 然后头只是 碰一下 就起来 没有停留 那这就俗 俗语所说的 磕头 要比较大的 这样子 起来 起来 好 古代的皇帝如果一生气的时候 说 该当何对 那个大臣就 哭哭哭哭哭 扣到这边说 有血 好 接着第三种 空手 空手就是不站的 就是跪的 跪的 然后 手 拜下去 然后 两个手并起来 按下去 两个手并起来 然后 头部碰地 头部也不碰手 这样子 空空的 漏空 照得起来吧 这叫空手 所以 这个理就没有那么重 就对了 拉起来 然后 第四种 叫震动 震动站起来 就是所谓的打工作衣 弯腰 然后 手拼拼的抖动 那个叫做 坐 然后 拜托几条 拜托几条 然后 击败 第五种击败 击败 福之吹 就是校福的 然后礼拜宾客的时候 这个 先 拜就是先弯腰 弯腰以后 然后 头碰地 等一下 站起来 先站起来 先站起来 然后 握拳 然后 弯腰 这就先拜 然后 拜了以后 好像我们的问讯 先好像问讯一样 然后再拜下去 然后 叩一下 对 太小声 太小声了 没听到 然后 然后 胸拜 起来 胸拜 就是 先拜下去 然后 起来 起来 然后再弯腰 这样 就反过来 就反过来 跟前面那个反过来 好 起来 然后 击败就是 丹腿贵就是 所谓胡贵 拜 这样子 这个叫击败 击就是丹 丹术的意思 好 起来 然后 鲍拜 鲍拜 这是武士 军士 这个 拿着 拿着几 十枪拜 拜 对 这个叫 包拜 起来 好 把那枪放下 然后 树拜 就跪着直立 不动 然后 手 不断的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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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你看那个电影里面 然后那个 如果有 那个主人 骂那个 奴隶仆人 然后 仆人就跪在那边一直 饶了我 饶了我 对 就这样子 这叫树拜 好 起来 这叫 儒家的酒拜 那 我们 佛法里面就只用了一个 就是 跟那内境的起手 不过我们有翻掌 他们没有翻掌 好 接着看 这个 筑解 153 页 燃于事中 这个燃跟那个点燃的意思一样 事意 必明 将无所获 这意就是道理 明就是明白明显明确的意思 将 就是当的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道理是很明确的 应当是没有什么可以疑惑的啦 同佛了意 了 就是通达 究竟的意思 这个佛的法有两种法 一种是了意法 一种是不了意法 了意就是 了就是通达的意思 完全通达 叫做了意 那 这不了意就是说 不是最究竟的 那么 所以了意就是最透彻最高 最完全 最圆满 无上的法 叫做了意法 那不了意也就是说 他还没到顶 有上 相对于 了意的无上 然后 未缘 就还没有圆满 相对于了意的圆满 也就是说 不了意就是他只有 一部分 或是片面的 这样子的法 德无妄业 德就是能 忘 忘就是错误 能没有错吗 也就是说 我这样的说法 是不是不错 看义贯 于是阿难其手 而白佛言 在一百五十四页 我一门 如来如是 如来如是 为妙的法音 就马上誤知 我的心实在是 居于 我的身外的 所以 为什么呢 譬如 有一盏灯光 如果这个灯 是点燈 是点燃在 这个室中 在房子里面 则 这个灯 必定是能先照亮了 室内 是从这个房间的门出去 然后接着到达外面的这个前庭之际 这就是为什么 一切众生 之所以不能见到自身中的辅葬 而独能见身外事物的原因 因为他们的心 是在身外啊 这正如 这个灯光如果是居在室外 那么这个灯光呢 一定是不能照到室内 是一样的道理 是一 这个道理啊 是一理 必然是很明确的 将无所疑惑 没有什么可以疑惑的了 我这样子的见解 应该是同于佛的了意之说的 这样说没错吧 得无妄言 看全论 在这里啊 阿难首先说他 物之我心时居身外 这里他所说的物 当然不是真物 而只是当做了解的意思用 那所以这出发心学佛的人 常常常就会犯这样的毛病 以解作物 当他说我悟了法华心的哪一句话 那事实上他只是看懂了那句话 文字上的意思 他就把它当说成是悟 那到底什么是悟呢 恐怕还不是很知道 虽然说自己悟了 但是对于悟这个字 以及悟的境界 我不是很了解 所以这个地方阿难真正的意思是说 哦 我了解了 我知道了 那但是他这个知道了 事实上也只是一种推测 这佛法上称为虚妄分别 那虚妄分别又称为 就是这个专有名词啊 就是记 记 我告诉你们哦 我现在讲这个东西给你们听 好像很容易很轻松哦 我光是要去find out 说这个记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花了很多的心血 因为实在是查不到 任何字典 任何任何经书 或是解释的书 都没有 好 然后大家 读经的人也就是你也记 我也记 都记到半天 也不知道要记什么 好 所以这个记是什么呢 记就是计较 计较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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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可是这个计却是必须要知道 为什么 因为维斯学里面有骗记所执性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记 这意思 如果翻成英文的话 大概可以用这个 deliberate 这个字 不过deliberate 没有那种贬次的意思在里面 因为这个 因为这是又一次的虚妄分别 就第二计嘛 所以第一次的分别叫做计 然后计的结果没有成功失败了 然后再一次计叫做转计 那前面是记 虚妄分别 记是心在身内 不曾这一次变转计 心在身外 读的看经文以及注解的书 或者是科判 看到这里说阿难转计 并以为是阿难这个见风使舵 那 就看到此路不通 便走他道 便走别的路啊 其实不是这样 阿难不是这么查警 在这个地方呢 传统的科文啊 科判啊 都虽然说阿难转计 而其实阿难是一种什么 重新推断 另起如造 此路不通 就另起如造 那我以前是踢足球的 踢足球说你要进攻嘛 那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口诀 你带球进去的时候 不进则退 所以带进去 攻不进去 就要退出来 所以阿难就是用我们足球的 这个方式 打篮球大概也是这样 攻不进去的时候 就要散出来 对不对 一样的意思 所以 所以重新推断 重新推理 阿难在这里所犯的 只不过是 他是医事 或是凡夫的这个思考以及推理 的模式 来看待这件事 因为是医于世俗的思考跟推理 来处理这个圣身的问题 于是就变成妄想分别 或是分别记着 所以分别记着那个记 那如果这个记 还有一个 如果用英文来解释的话 还有一个更好的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 他应该说 含三个意思 第一个是 deliberation 第二个是 association 第三个就是 adherence 这三个加起来就是我们的记 但是 第一个就是 deliberation 就是一般的记 然后 如果是 再加上association association 就是那个 精神分析学 里面的联想 就是 讲association 那 因为想到一件事情 然后就一直连 那些 牵连 那叫association 然后 然后 想了一大堆牵连了以后 然后 执着 adherence 这样三个 合在一起的意思 才表示一个记 中文的一个记 所以是 deliberation 加association 加adherence 这等于 G 155页 下面最后一段 凡夫妇事俗的思考 通常是二分法 二分法 就是dichotomy 这个dichotomy 就是分的 那 这样是不对的 不是 就是说 如果是不对的事情 如果不是对 那么就是错 不是是 就是非 尤其是西洋的形式逻辑 就是硬邦邦的 不是yes 就是no 这样的 那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阿难在此所用的 就是这样子的逻辑推理 既然不在内 那一定是在外 不在内 就是在外 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照讲应该是错不了的 所以他说 将无疑惑 那就是用 应用这样子的逻辑推理的方式 来思维 所以他得到的结论 就是这个样子 这怪不得阿难一听到佛破斥他的心在身内 说 破斥他这个 就马上就说 我一听如来这样子的法音 就悟到了我的心 其实是在我的身外 原来如此 我懂了 那这就是世俗二分法思维的过错 那这种二分法思维呢 是什么 是对于众生来讲 就是脊髓反应一样了 很快马上就转了 二分法在佛法中称为二法 那 就是只有两种选择 两种选项 是跟非 这样子 就是二分法 就是二法 就是禅宗六祖大师 以及其他禅师所说的二法 就是这个意思 那相对于二法 佛法是不二法 对不对 那不二就是没有妄想分别 没有虚妄分别的 叫不二 二法也就是一于至心的妄想分别 而勉强将世间一切法 都弄成是对立的法 那么对立就是敌对 那么世人将世间法 就判为一组一组的敌对的法 像阴阳 水火 是非 黑白 等等 那么 这些 这些法 而不但把它 创造出这些 idea 这些concept 这些概念 而且还想象这些概念 他们都互相在斗争 那事实上是众生心自己在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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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英文这个字头sin就是same的意思 然后就把它综合在一起 那么而且都是类似相生相克 那么互相斗争 互相并吞这样的理论 那所以众生好斗嘛 所以一辈子都在斗 这个人与人斗 家与家斗 国与国斗 那将好听的就是说 有竞争才有进步 但是事实上是有竞争才有痛苦 对 那这些种种二法的理论 都是源于自心中有争 这个争啊 一个言字旁那个争 在这个维士学 或是法相学里面称为烦恼 烦恼的别名叫争 一切的斗争起于哪里 起于言语 对不对 由言语而来有斗争 因为有言语的斗争有 才有肢体的斗争 对不对 那么一有斗争的话 有争端就有苦恼 所以 所以 与真法相应 故好争好斗好变 在一切地方都争强斗胜 所以 金刚经里面讲说 这个 虚菩提 得无争三昧 对 无争是什么意思 没有烦恼 暂停 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